第八集 桑琪本来是看她笑话来的 并非真心求教 随便问了几个问题 燕云芝都对答如流 桑琪便觉得没意思要走 起了身也道了谢正要出门 却听身后的燕云芝开了口 嗓音如清风徐徐 唤道 桑二小姐留步 燕某想问一句 奄奄的事你怎么看 桑琪愣了愣 何事 燕云芝轻描淡写地 瞥了一眼屋子里 这些生动的小玩意 桑琪便明白了 自己和燕云芝这点小把戏 都没有逃过她的眼 于是只得怂怂肩 老实道 玩闹而已 还能怎么看 哦 燕云芝语气扬了扬 燕小狼只是不高兴 想撒撒气 并非真的想伤害我 桑琪下巴一抬 朝地上那两只 无毒的小蛇 弄弄嘴 否则我早就被咬好几回了 反正我也没吃亏 就让它占些便宜呗 说完 大大方方地 迈步走了出去 燕云芝目送桑琪的背影 抬手碰了碰碰 碰碰懒散地待着不动的小蛇 眼底泛起一层笑意 而看燕云芝笑话未果的桑琪 放下书卷后又偷偷溜到骑射场地来上课 趁霍诚博士不备 钻到人群里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 镇定自若地和其他弟子一样朝场地上张望 霍诚博士正策马走在场地中央说着什么 锐利的目光如大漠苍廊 豁然地从他面上扫过 让桑琪感觉那视线化作一把匕首 在他脸上狠狠划了一刀 煞食疼得血都能流出来 于是不动声色地悄悄后退了两步 往前面的人身后缩了缩 忽然听见有人一声轻笑 话音中满是嘲弄意味 哟 原来是桑家的女儿 竟然怕上骑射课 还非要学什么男儿 上什么学堂啊 桑琪侧眸一看 说话的不是别人 正是炎炎 于是瞟了他一眼 没有作声 炎炎笑了两声 料定被自己言中 更加得意地说 嘿嘿 怎么 你来得那么晚 还一副惧怕霍博士的样子 莫非小爷说错了 旁边有个不认识的男子也跟着笑 严小狼说什么呢 桑家二小姐蛮横堪比军营里的案子 怎么可能怕什么骑射 满满的计较之意 暗指桑琪粗糙 桑琪挑了挑眉 仍是魏力 今儿卓文远没来上课 没人给桑琪撑腰 他自认嘴桌 不爱搭理人 告诉自己 把他们的话全当耳旁风就好 反正平日里这么说的人 也不是一两个 可那眼眼翩翩是个不识趣的 前阵子的捉弄全无效果 今日好不容易让他抓住机会 怎么可能轻易放过 读书 他和桑琪一样不行 但论武艺 他还是颇有自信的 正赶上霍成博士说 让人上前掩饰一番 便自告奋勇地扬声喊了句 我来 落经风尚 众文轻武 无论男女都讲究风雅细腻 本来骑射课 大家也就当个摆射 看他愿意去 自然没人抢这个风头 眼眼便大步迈出 翻身上马张开雕工 这少年长相俊美 却不是卓文远那种 线条柔和暧昧 极具风流韵味的美 他虽然皮肤白皙 面容干净 细皮嫩肉得像个姑娘 可那一双剑眉 闪着光芒的星目 却趁得人格外有精神 透出一股子阳刚之气 他理理袖口 红衣烈烈 别说还真有几分气势 教场中一排十个稻草人 尚有标靶 奄奄骑马跑了一圈 十个标靶全部射中 其中宁重靶心有七 且力剑射穿了靶子 露出发白的箭头来 可见其力道之大 勒马返回 扬起几粒沙尘 前排有人厌恶地挡了挡脸 眼眼面上却挂着得意的笑 露出两颗洁白的虎牙 看来他还挺满意 过程也还算满意 点评了两句 让他回了 只可惜 这几件在桑齐看来 都射得一般 眼眼却没下马 而是扬声对霍博士道 霍博士难道不知道 我们中 有一新来的女弟子吗 她可是文明天下的军神 桑公家的独女 听说武艺了得 大家都想见识一下呢 不妨 让她也试上一试吧 各路视线齐齐向着桑齐射来 桑齐连忙摆手说 不用了吧 霍成冷漠而锐利的目光 再一次定格在她脸上 顿了顿 声线冷硬地说道 既然如此 桑士 请吧 一时周围好奇的议论声 便多了起来 博士有命 桑齐不好不从 只得纠结地走上前 接过了奄奄的功 刚一上马 下面的弟子们没反应 霍成却是谋光一紧 单从这个动作看 此女精于此道 虽然武艺精湛与否尚不好说 马术比眼下这一众世家公子 还是绰绰有余 可桑齐虽然老老实实地 策马弯弓 动作干练 却从慵懒的眸子中 透出一股子漫不经心 随意跑了一圈 随意射了几箭 十重有七 穿拔者只有三 比起掩掩来 还差了一点 这在掩掩看来 简直不能再满足了 她愉快地吹了声口哨 放声笑道 小爷以为你有多厉害 也不过如此 桑齐扶了扶额 轻轻一跃 纵身下马 心道士 您终于撒气了 气消了就好 以后可别总给我添乱了 不料 言言好似还没说够一般 一激动 嘴上就没个把门的 继续说道 哼 不是说大司马家中无子 对这个女儿格外疼爱 还把家传武学悉数授予了吗 桑齐啊 你学成这个样子啊 哼 怎么对得起桑家的威名啊 这句也还好 可旁边的人接的话 就更难听了 哼哼 或许桑家这战功 是带了几分谣传 又有人扑斥一声笑 哼 你们可别在背后嚼舌根啊 当心大司马去陛下面前哭一哭 把你们赶出国子监去 哼 胡闹 照你这么说 岂不是哭一哭才是桑家的绝学 桑家办事 向来直来直去 有些激进 免不了得罪人 说话的人 大多是与桑家交恶的家族子弟 此外 在嗜好风雅的洛京中 对着倚仗武力的名门 不屑的也大有人在 说桑齐自己什么都无所谓 但是桑齐的底线 便是父亲的威名 桑家的荣耀之于他 神圣不可侵犯 这下 桑齐终于成功被激怒 目光越来越沉 一双玉手握得紧紧的 关节咔嚓作响 眼眼看他神情变化 有点心虚 推了推旁边的人 皱眉道 喂喂 别说了 他只是想找借口嘲笑桑齐而已 对于大司马 还是心怀敬意的 而桑齐那越来越寒 越来越像在暗中 窥似着猎物的苍蝇一般的目光 叫他脊背发凉 忽然 桑齐狠狠弯了他一眼 而后二话不说 搭弓上箭 一次射出三只箭矢 而后策马飞奔再次搭弓 共射了四次 第一批箭矢深深刺入草人心脏之位 随后三批都稳稳地命中在了前一发的箭羽中心 叠在了一起 连成一线 远远看去 就像是每一根箭都有两对箭羽一般 记忆何等了得 一时间叫场鸦雀无声 连霍城博士都沉默 奄奄的小脸一会儿红一会儿白 终于明白刚才他是糊弄自己玩呢 完全是故意放水的 如今来正经的 虐自己简直像虐一只蚂蚁 给大家看